看片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多謝他們的參與,接下來有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中心在里,麥朗晴小姐 你怕給我快樂,一小子離家出戰,甚至翻臉,我哭氣,就自在一次重新開演 但心情長也要實際需要 謝謝 謝謝,謝謝 其實聽到台下都知道我不需要介紹 但是我為了食字,首歌叫做重新介紹 所以就讓我重新介紹身邊這位嘉賓 就是Stanley和YoseJoy,一起再給他一點掌聲 非常厲害 首先,因為我之前聽到花姐的訪問 為什麼她說Stanley唱歌不好聽 我覺得很好聽 那些小朋友在座 你覺得Stanley哥哥唱歌好聽 麻煩給你掌聲,先聽聽 大家之前一定覺得Stanley是VIRROR裡面的演戲擔當 現在還做親子擔當 之前野人老師,你也做了副校長 在葵前賽也做了爸爸 那和那麼多小演員相處,有什麼心得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有耐性 因為始終小朋友和我們拍攝的過程 經歷的時間很長 小不免一定會分心 但是你要給他耐性和他溝通更多 其實現在小朋友很多都很聰明 其實小時候幾歲已經很知道 那個程序是怎麼做的 演戲是怎麼演的 所以其實和他溝通更多就已經很結構了 我正正想問 因為拍攝現場是很多事情發生 很多人 小朋友可能那個專注力 一時之間就會被人拉走了 那你用什麼去剪回去 我用一招 我最喜歡用 海森回來 那我一說完 其實他們就立刻 咦! 那你就知道我要專心了 他們立刻看著你 對,用一招 Stam Sir,可不可以用 Stam回來 不知道可不可以 問問Stam Sir 我知道呢 就會成為金章得主了 要完成這麼多任務 還要過面試這一關 過關斬仗 參與的同學 可以完成到目標 真是很值得高興 看上去所有的片 看上去所有的電影 你要跟我開心過拿金章嗎? 我跟他說 就是全客人有了金章 誰說讀書不可以追偶像 都一樣是花時間 同時又追到偶像 我真的覺得很勵士 好 接著下來 我們 我想他真的發夢 我都沒有想過 原來做了一年 Stam之後 是可以跟Stam的哥哥 這麼親密的 知道嗎? 那明年準備參加Stam 這個獎勵的話 我們要努力 我們要找多些同學 是的 應該是 因為他的感情流露很真摯 我想他應該不會騙我 而且他在台下 一看到我第一眼 已經立即 一直看著我 又準備哭 我想他應該是 有提示 這個其實我有想過 究竟生生女的問題 我覺得我很喜歡女 所以我應該很欠她女 但是女有一個苦惱 就是我應該不斷寵愛她 不敢罵她 所以 但是我都會選擇 全部 如果有機會 剛剛第一次唱我首歌 重新介紹 其實就很緊張 因為其實 早於半個月前 花姐有跟我說 這個計劃要做的事 我就立刻 很緊張 他們這麼有勇氣 我就立刻 好了 我也要有勇氣一點 接受這個挑戰 繼續苦練 半個月再針對 懂苦練這件事情 所以 希望剛剛都可以 我也有這個計劃 希望有這個機會 大家拭目以待 期待 我一直都是 學演戲 學唱歌 最主要學吉他 其實最主要都是 這幾樣東西 增值自己 因為 再反思 之前做過的很多作品 我覺得有很多進眉空間 無論是演戲 或者Live的唱歌 有很多事情都想做好一點 好很多 所以就要儲多些彈藥給自己 下一次的作品 就可以更加有自信的 這樣呈現 我知道193就想挑戰我 你來馬鞍山 我才接受你的挑戰 他雖然高 但是我不會怕他 他有些事情 不成比例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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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著聯絡 也有 問問他怎樣 其實他 他沒有想過很多事情 就繼續做好 其實 想那麼多沒有意思 繼續做好自己 就最重要 所以我也有抓他來做 他正面面對的 因為其實 說真的 他一直走下來 都不是那麼容易走過 所以 他這些是見過的 所以他 但是他不會覺得自己夠 我是溝通大學 我都知道他很想進步 想做好一點 他會接受自己有什麼做得不好 就改進了 做好一點 就是極面對 好像很實例 不是我拿了我哭了鬼 吹沙板 吹沙板 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看到他很努力 我看到他一直陪著他 這麼多年來都是 就是 交心的朋友 是 看到他面 其中一個最友善的朋友 所以看到他成功 我是超級開心 很特有開心 所以我也感動了 很偏僻 大表哥很片 可笑 很脆 真的很燙 很可笑 成功 很穩定 真的 別說話 大表哥在這裏揮揮手或揮揮手 回一回頭,很久了 大表哥好像很像柯鎮 超像 正在拍月娥那種 不要啦 從來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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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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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